这支环拉会三年没拍戏 秦阳欠债一千万 还记得以这句经典台词 红透半边天的秦阳吗 好久不见的他 昨天为财务问题献身台北地院 这个债务总共是多少钱 这是小数字而已 尽量赚钱来喊这个 是必须的 我不赶快赚钱 扑付了这个兄弟对我这么好 据了解 秦阳三年前 向友人宏董借了五百万元 本来说好要还六百五十万 后来又改为一千万 现在为了到底是多少钱 闹上法院 这让人想到他在霹雳火中 另一个桥段 哎呦好狠好狠 还好那只是演戏 秦阳队法官说 钱当然要还 但这三年来一部戏都没接到 生活困苦 很惨啦 最近还会在拍戏吗 最近会 其实是我魂役 对啦 这么好的演员 就是要回到舞台 什么选议员啊 投资电子业啊 都没有拍戏好啦 动新闻 带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带森JFOCUS 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房 我说你这地方是什么的 我说你这一位呢 我说我这一位呢 我说我这一位呢 我说你这一位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